掌握和揭露法西斯 与野心勃勃的西方帝国主义集团 背后达成的任何协议 应成为你们首要的工作任务 是斯坦林同志 当然 您应该明白 参与这些秘密会谈的主要人物 一定是 希特勒身边的 亲信 这些人在各个部门 在 受蒙蔽的人民当中 都具有威信 正因为如此 他们应成为您的注意目标 在希特勒就要灭亡的时候 他的亲信 为保全自己 就会 马上离弃他 和背叛他的 是基里斯不正 你好 您好 嗯 很像 几天没吃饭 三天 这是工作需要吗 嗯 好 现在听着 您现在全部的注意力 要集中在 牧师的和平主义运动上 嗯 比如他到瑞士找谁 干什么 那有个叛徒叫克罗斯 曾经担任部长 嗯 但是最使我感兴趣的是 他对您这个共产党员的反应 这是我最需要的 报告期队长 犯人队伍过来了 情况有变化 牧师不在家 在教堂 我是告诉过他 不准做弥撒吗 他在谈风琴 谈风琴 是在谈风琴 他在谈风琴 哪有地下室吗 好像有 克罗斯 知道教堂吗 我知道 是 明白了 谁还有失败主义情绪 你的同事下级注射中 还有谁 说呀 没关系 你会说的蠢猪 继续审问 非常希望 您能 有凭有据地反驳 我这突如其来的怀疑 关于他 我没有听到什么反应 至于 工作中的失败和错误 谁都难免的 那么您认为 我怀疑错了 不 那倒不是 当然 产生怀疑 就得从各方面来分析 否则 要我这个机关 干什么呢 不然我们这些人 不就成了逃避前线的懒汉了吗 你还有什么证据吗 让我怎么说呢 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 遗想偏开 这打击来自东方 西方 北方和南方 这就是会议 所做的决定 我谈还是老多了 您想什么 如果我是他 就不会这么公开的表露 对盟国不信任和厌恶的情绪 不过这对我们有好处 现在是四五年的春天 少校同志 您看看这哪像个牌掌 连靴子都找不着 在这 在这 靴子找到了 是我把它藏在床底下的 不打自招 从前线回来的 成天总是循环作乐 而我是绝不允许破坏军风剑 报告少校同志 五天禁闭 不带头巨牛不让我挤奶 就专门定了吧 你要再打报告 我就处分你 派秦平还不是和他们一样 对不对 那就派些不喝酒的来 不过您还得考虑一下 这些女人 难道派二椅子来 那 那领导更清楚 主队的记忆都搞不好 嗨 嗨 女人女人 您说过老百姓不属于卧物馆 可是就坏在他们身上 少校同志 请进来坐坐吧 茶还没凉了 不 谢谢你 该走了 来了 是的 周围同志 李正 周围同志 台长Girano向你报告 高号独立营 五连三台一班二班全体战士 来此换访 听候您的命令 报告完毕 好啊 这下子可真来了不喝酒的了 快 快点 快点 姑娘们 快点 快进车 我还得赶回去呢 火花车在河边 怎么了 挺软的 姑娘们快收拾 动作快点 过去我们可都是 住在老乡家里的 那是男的 我们可是女的 也不去采野果子吗 现在还没有野果子 准备同志 可以去摘苏摩草吗 那给来春水喝不好吗 可不许过河 注意 河湾里面有深坑 刘达 威乐 卡迪尼卡 直请去 是 是 你们怎么这样 怎么了 他俩是不做台班的 谢谢对我的信任 说的就是排班 排班应该严肃讲 要按条令 而你们呢 像开玩笑似的 要按条令 对战士来说 条令嘛 条令就是 你怎么干是得到批准的 准备同志 是司令员亲自批准的 你最好出去 我们需要收拾一下 对了 您是不是给想房子 还要找什么房子 附近没有灌木林 懂吗 哦 调令嘛 调令 也许能逃出来 什么的 你要骂 就骂吧 反正我已经听惯了 哎呦 睡伤了没有 没有 战事咕噜为奇 血算上也压脚 干什么 检查一下 战斗准备状态如何 忘了怎么教你的了 鸭鸭鸭鸭鸭鸭 出什么事了 要是真出了事 那天使就跟迎接你们了 脚步像小母牛那样想 连尾巴都翘起来了 来了 谁说的 那就好 路上发现什么了 没发现什么 爪弯的地方 断了根树枝 对 好样的 你们呢 没什么 一切正常 树沙的露水碰掉了 好严厉 好了 爸爸 那就好 一个儿 哼 好严重 对 融合 人 就是 灵助 辅 她 辅 雪 辅 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